第116章 黎阳诗其落 上 相浮元年的年末 出雪骤降 不下则矣 一下便是场额毛大雪 只是相较往年 听说今年太安城内外几处赏雪家地 游人少了七八成 想来会让那些零散摊子的卖酒翁玉少挣好些碎银子 京城内有无数座张府 可是有一座府邸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地方官员附近也好 外乡世子游雪也罢 只要是跟京城百姓随口问起张府在哪 后者肯定懒得问到底是哪位张大人的宅子呀 而是直接给出答案 哪怕大雪纷飞 遇到积雪后的嫂也嫂不干净 可朝会依旧 何况还是太子殿下坚国的敏感时刻 哪个官员吃了雄心豹子胆会迟到 但是今天庙堂上少了个人 少了他 让所有人都在震惊之余 巨是心不在焉 甚至连监国的太子殿下都出现了一抹明显的恍惚神色 这个破天荒头回缺席朝会的人没有告假 仿佛是在跟那监国的储君以及满朝文武说一个浅显道理 我不来便是不来 太子殿下对此视而不见 既没有让大太监替他去嘘寒问暖 更没有大发雷震 可以小题大做也可以大事化小的礼部尚书白国 也是如此 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些人倒是想借题发挥 可犹豫了半天 仍是不敢 毕竟连晋三郎今日都主动把嘴巴缝上了 这名让整座朝会不像朝会的官员 就是当今首辅张巨露 他与那位御驾寻边的皇帝陛下 并列本朝勤政第一人 只不过一个是君王里的第一人 另一个是臣子里的第一人 张巨露今日并非身体不适 而只是穿上那件正义品子袍朝服后 突然不想参加早朝 然后他就不去了 这位并角见双的老人 在清晨时分就坐到了屋檐下 没有换上一身更舒适保暖的衣服 府上老管家搬来了 竹灭编织成套的简陋火炉 已经多次往炉子里添加炭火 张巨露此生 除了少数几次被至交好友坦坦翁强拉 硬拽着小桌两杯 几乎从不饮酒 他坚持喝酒务事 可今日无所事事 以后似乎更是无事可做的光景 老人还是没有半点要饮酒的念头 接近五十 潦草吃过了些府上自制的粗糙糕点 继续翻看手中那本 自己编撰而成的无名诗集 张巨露治国才干的浊然于世 恐怕就是他发迹之初的那些 有有一战之力的强势政敌 也不会违心否认 只是张巨露作为汉林远黄门狼出身 除了年轻时候的那些偏致意文章 还算马马虎虎 有点飞扬才气 之后不论是奏对还是折子 言语措辞就文字本身都显得寡淡无味 这么多年下来 更无一篇名诗佳作传世 也没有传出他对哪位文豪格外青睐 没有对哪篇佳作有过画龙点睛的评点 外人看来首府大人好像对行文仪式有着天然的抵触 而事实上唯有桓文知晓 老友张巨露自己不惜武文弄莫不假 却也会钟情许多读书人的佳作 尤其是诸多画龙点睛的家具 不论是编赛诗还是归院诗或是感怀诗 继闻散文也都各有喜好 尽数采写于那本字编自定的诗集中 像上阴学宫的那篇双冈欧阳式的继附文 西磊碧之意中赵长林亲自捉刀的法楚席文等等 张巨露都会时不时拿出来翻一翻 其中就有黄龙式的黄河直北千余里 冤起苍茫城黑云 有那位当年曾被文坛骂成媚徐媚良之人的 那句天涯净楚无争战 兵起萧为日月光 也有不知出自前朝和人的宫院名剧 外人不见见音效 天保末年十世庄 尤其是徐卫雄也在三百多篇中占据了颇多篇幅 甚至连徐凤年明摆着重金购买 而得的棘手诗词也名列其中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宰相杜亮了 老管事突然小跑上台阶 低声说道 骑兵老爷小少爷登门了 张巨露有些疑惑 但没有说什么 虽然他这个爹当得让儿子儿媳 皆是敬畏如虎 可倒也不止于不尽人情 倒让子女不许打扰的地步 只不过长子刺子两个儿子性子偏软 又自小有些迂腐器 成家立业后 两个儿媳又是出身小户人家 若非托给首府大人 报上两孙子的福 他们哪里敢来这里 自找不自在 幼子张边关 是三个儿子中的异类 性子最强 不过跟着张府关系也最强 大有一副父子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张边关主动走入这栋府底 确实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事情 张巨露虽然面无表情 可还是下意识多望了几眼院门方向 虎毒尚且不识子 天底下当爹的 有几个是真打心眼 便厌恶自己儿子的 张边关还是那个吊锒铛的德行 屁颠屁颠跑进了院子 手里拎着个在京城不常见的玩意儿 是江南那边乡野流行的竹边铜皮小火炉 内阁炭火 扑腹以灰 用以取暖 上了年纪的老人 在冬日 不论是出门散步 还是在家闲聊 都喜欢拎着这种物件 张家祖籍在广陵江以南 张巨露科举发迹之前 寒窗苦毒时便经常使用这个 毕竟比起大火炉 要省去炭火许多 便是贫寒家庭咬咬牙也能用得上 在京城成名之后 就只有张边关那个 搬来泰安城定居养老的爷爷 偶尔用上几次 不知今天张边关从哪里 弄了这么个登不上台面的老古董出来 张边关跟管事讨要了些新炭火 倒入火炉 又从张巨露脚下那逐灭大火炉产了些灰 蹲在地上倒固完毕 递给了张巨露 后者愣了一下 结果后放在腿上 一手捧书 一手拎炉 暖意顿时多了几分 张边关又跟管事要了根小板凳 絮絮叨叨埋怨道 多大岁数的人了 也不晓得福老 非要在世外赏血读书逞英雄 管事会心笑着离去 这些话 也就是小公子说的 其他两位公子 那是万万不敢说这类言语的 老爷只要稍稍不耐烦了一个血眼 那两位只知买手苦读圣贤书的公子 就会战战兢兢 慎处夏日 一势如履薄冰 张边关用铁钳拨了拨大火炉中的炭火 自顾自说道 听市警方间说 今儿你这个首府大人 说话越来越不管用了 许多五六品的小官 也敢打起麻虎眼 除了王雄贵的户部和礼部 还算厚道 吏部 兵部 公部 刑部 都对张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尤其是那汉林院和国子健 清贵官老爷们和清留读书人们 隔三差五 就要新鲜出炉棘手借骨讽金的诗词 诛心得很 更有甚者 说皇帝陛下御驾寻边 先前去两辽 那是去整肃内外庭勾连的摊墨大案 石下去冀州 是为了要给韩家案子翻案 矛头所指 都是奔着朝中某位姓张的大官去的 张巨鹿笑问道 还有没有 张边官一敲铁钱 冷笑道 有 怎么没有 真要说 装一箩筐都不够 张巨鹿云淡风轻反问道 你不也说了 当下只是些不入流的官吏 在那里鼓噪是非 张边官双手放在炉子上方烤火 头也不抬 阵阵阴风起于地底 若是不及时阻止 等到引来谐语交在头顶 那还有救吗 张巨鹿不耐烦道 就说这些 说完了就可以走了 张边官猛然抬头 红着眼睛则问道 这趟来 我其实就说两件事 第一 有欲使弹劾我大哥 亲吞良田 二哥科举舞弊 别人骂你首辅大人 我不管 也没那个本事掺和 可为何如此 做见我两个哥哥 你分明可以管 为何忍气吞声 就算 就算结局是同样的结局 我一摊烂泥 什么都无所谓 可你就不能让我两个哥哥 走得光彩一些吗 张巨鹿淡然道 你二哥科举舞弊 是说他乡是得了 第六名的亚魁 来历不正 我当年虽非受益什么 可细究起来 却也算属实 毕竟当时天子亲命的 主考官是我张卢门生 以你二哥的质疑本事 过乡是虽不难 可要摘得亚魁 无异于痴人说梦 至于你大哥 亲吞良田一事 张边官怒道 就我大哥那书呆子 就我大嫂那每次来府上 都是那一模一样 还算值钱的衣裳首饰 与民争利 你首府大人 为了名誉清旺 从不去大哥官邸看一眼 我张边官去过无数次 大哥大嫂过什么样的 辛苦日子 我比谁都清楚 张巨鹿打断幼子的言语 平静说道 永回八年 我确实帮你大哥 购置过良田三百亩 手法并不光彩 只是你大哥 一直蒙在鼓里而已 张边官愕然 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涌出眼眶 喃喃自语 这是为何啊 为何你连自己儿子都要算计啊 张巨鹿望向院落里的积雪 白茫茫一片 半日无人去扫 兴许要后急膝盖了 轻声道 所谓的永辉之春 庙堂滚滚猪公都心知肚明 以后并肩而立者 多是来自寒门 张巨鹿放下书 站起身 双手拎着那只小火炉 自言自语道 寒门无贵子的规矩 已经打破 意义之大 比起当年大秦帝国之后 纵横游士纷纷创立豪法 游士不再是那无根扶平 可豪法的利弊 这八百年来 谁都深有体会 那么未来八百年 如今那些 跳过龙门的寒士 可会自省 又会自省几分 寒士骤然富贵 昭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你真以为 谁都能在官场这染缸里 把持得住本心 恰恰是这些光脚之人 站在了高位上 一旦为恶起来 最是没有底线 张巨鹿笑了笑 说道 这个门 是我张巨鹿打开的 那么反观 我张巨鹿 堂堂一朝首府 全清朝野二十年 尚因子孙舞弊 贪默一世 而身败名裂 算不算是给后世 跻身朝堂的 韩氏公卿 一记的清凉伞 我这次是 我们要不要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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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想要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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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